1989年,杭州一片荒郊的田地上,惊现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。 清晨呢,有一个老农赶着耕牛来到田地里的时候,突然就发现呢,田梗上啊,有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。 一开始啊,老农认为,这可能是一家乱扔的家畜,被野狗给啃食了。 老农走近一看,啊,打尸一惊啊,这竟然是一句被人打卸了八块的男尸体啊,酷似啊,被屠宰的牲口一般。 受害者的头颅和四肢都被斩下了,胸膛还被剖开了,五脏六腑都被挖出来丢在了地上,肠子留得满地都是啊,就连下体啊,也被人齐根斩断啊。 由于现场,过于血腥,老农啊,忍不住就发了高血压了,当场啊,昏死过去了。 二十分钟之后,另外的一个乡民路过这里,惊慌之下,救醒了老农之后,迅速暴行。 警方马上就赶到了现场,但是啊,憧憬多年的警方人士也被这个血腥的杀到现场,给惊呆了呀。 根据法医,初步的勘察,受害者身上有一张身份证,死者叫做王家庆,二十四岁,四川的农民。 经过简单调查,王家庆啊,是来本市的民工,平时呢,在这个民工市场啊,等待雇主,没有什么技术,身体瘦弱,也就是出出苦力啊,做一些零散的工作。 在前一天晚上,有一个操着本地口音的二十多岁的男青年,来到了民工市场,说呀,有挖地的工作,这些民工们纷纷的呀,就上去争抢。 奇怪的是,这个男青年呢,像其他雇主一样,选择了王大妖元的民工,哎,应该是选择王大妖元的民工啊,没有,他就选择了矮小瘦弱的王家庆。 王家庆一听,挺开心的扛起了自己的锹,就跟随这个男青年,离开了市场。 可是有死,王家庆再也不见了踪影啊。 虽然,王家庆当天晚上没有回来,他的几个老仙儿,也没有多想。 雇主啊,临时,让这个工人,多做几天活儿,也是寻常事儿。 民工啊,都是有钱就赚的,可能是住在雇主家里了。 可是几个老仙儿,做梦也没有想到,第二天,王家庆就变成了一具四分五裂的尸体了。 他们对王家庆的语言还非常惊讶。 王家庆是个民工,平时身上只带了一点饭钱,可以说基本上没有钱。 况且呢,王家庆打扮吐气,一看呢,就是底层民工啊。 稍微上道一点劫匪,怎么可能抢劫这种人呢? 警方认为,这王家庆被人大写八块,很像民间传说的碎势万段了。 那会不会是这个王家庆有什么大仇人,仇人来杀人报复啊? 不过呢,王家庆刚刚从老家来到南方某市打工才一个月。 除了一起来的几个老乡啊,王家庆谁也不认识,怎么可能和人结仇呢? 那会不会是王家庆在四川老家有仇人,追到这里来杀害了他呢? 警方赶赴他的老家调查,结果是失望的。 王家庆啊,是一个老实懦弱的人,年龄又不大。 这一次啊,是第一次离开家里去打工。 在王家庆居住的小山村里啊,他压根啊,没有仇人可言。 此时,法医进行了进一步的尸检,又发现了极其恐怖的事情。 为什么呀?王家庆啊,是被人从背后啊,猛刺一刀,身受重伤倒地的。 然后,他的后背和前胸,又遭受了歹徒的几处刀伤。 但是呢,这几处刀伤并不致命。 歹徒是活着呀,将他呀,开膛破肚的。 甚至是切下了他的小弟弟,把这个王家庆折磨致死啊。 这什么概念呢? 自从新中国建国以后啊,恐怕还没有起起类似的案件呢。 参与此案的众多民警们呢,此刻都感觉非常震惊啊。 他们其中有人呢,当了三十多年的民警了,抓住了杀人犯,恐怕有上百人之多。 什么坏人都见过。 但即使是这些老刑警啊,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凶残的家伙。 这简直就不是人呢。 现场留下的线索并不多,但是,目击者呢,可不少啊。 当时有不少民工,见到过,疑似是歹徒的年轻人在市场里乱转,找人呢,进行搭讪。 根据民工反映,这个小伙子呀,说了一口非常纯正的当地的方言,应该就是当地人。 小伙子和民工们,有十多分钟的接触。 有几个民工呢,牢牢的记住了他的长相。 这个小伙子,相貌普通,但是呢,颧骨较高。 面部的特征,还是比较明显的。 这几个民工,协助警方,画出了模拟画像。 还表示啊,如果再见到这个小伙子,一定能够认得出来呀。 即便如此,这个案子也是匪夷所思。 毫无头绪,也就暂时的搁置了起来。 没想到啊,三个月后,本省的临线,突然又发生一起。 恶性的虐杀案件。 凌晨五点多钟,一辆卡车,经过偏僻的公路的时候,突然发现了,路边几个草屋燃起了大火。 卡车司机急忙报了火警,消防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。 三座草棚啊,已经完全的被烧毁了,还发现了一对中年夫妻的尸体,被火呀,烧毁了一部分。 消防队员认识这对夫妻,他们是靠捡破烂为生的盲流。 这对夫妻啊,来本县呢,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。 平时就住在县城外公路的一块荒地上,自己啊,搭了三个草棚。 丈夫啊,有残疾,妻子呢,有轻微残疾,两个人呢,都不能工作。 于是两个人呢,每天就在县城里收破烂,一丝尾声。 话说这对夫妻啊,从来不惹事,老老实实,可以说是人畜无害呀。 这是县城的一部分啊,可是没想到,这一次,他们竟然葬身火海,真是太可怜了呀。 就在消防队准备运走尸体的时候,突然发现了异常。 为什么呢? 夫妻两个人的尸体啊,被火灼烧的,其实并不算严重。 大体上是完好的。 经过消防队员仔细的查看,消防队员发现,两个人身上,都有一些可疑的伤痕。 这绝对不是纵火导致烧伤的呀。 消防队立即报警,民警们火速地赶到了现场。 经过法医初步分析,这一对夫妻都是死于火烧。 但是啊,并不是那么简单。 为什么呀? 夫妻两个人身上,都有七八处的刀伤。 应该是突然,遭到了带徒的奇迹,双双被捅成了重伤啊。 随后,歹徒将无力抵抗的两个人捆绑起来,放火烧毁了草屋,就将奄奄一息的夫妻两个人呢,活活地给烧死了。 其实,夫妻两个人,受伤如此之重,留在原地呀,也活不了多久了。 那歹徒为什么要放火呢? 因为呀,警方考虑,可能是歹徒就想看看夫妻两个人在烈火中痛苦挣扎的场面呢。 这种手段可以说是极其残忍啊,可见这歹徒应该是非常狠毒之人,毫无人性,变态,杀人狂啊。 随后,警方的尸解更是发现,四十岁的石黄的妇女,竟然还遭到了歹徒的强奸呢。 我说了,这案件呢,是发生在九十年代的。 中国当时呢,还没有DNA的检测技术,只能检验出歹徒的血型。 那么究竟是谁残忍的杀害了这对夫妻呢? 当地警方也是毫无头绪,甚至是不能理解。 这对夫妻既然是石黄的,肯定不会有什么钱呢? 不可能是为财来这个杀人的。 石黄妇女被强奸这个事,也是颇让人乃以理解的。 为什么呀? 因为这个石黄妇女,她的相貌呀,可以说是极为丑陋。 而且呢,还有轻微的残疾,身上是又脏又臭。 你说,正常男人不能专门为杰瑟而杀人呢? 如果歹徒是为了杰瑟,她都有胆量杀人了。 为什么不去选择年轻女孩呢? 而去选择这样一个石黄妇女呢? 你要说,这是一起报复案件。 那石黄妇四处游荡,在本县区区一年而已,和外界接触极少,哪里会有什么仇人呢? 所以啊,这又是一起无头案。 外境的是,这一起案件,有目击证人。 发现失火的卡车司机回忆说呀,在徐利现场大约有一公里的地方,他曾经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伙子。 当时是凌晨五点多,天色刚刚亮。 这种地方啊,根本就不会有人骑车的。 卡车司机感觉到很奇怪,就多看了他几眼。 这个小伙子的个子呀,长得并不高。 有一些偏瘦,长相普通,但是圈股很高。 他觉得小伙子看到有车辆过来,似乎有些慌张,加快了汽车的速度。 司机说,这小伙子圈股很高。 刑警们立即就想起来了,三个月前在杭州郊区发生的民工虐杀的案件。 警方就把歹徒的模拟画像啊,交给这司机,进行辨认。 司机认为,这个模拟画像和他所见到的那个人呢,非常相似。 由此警方是高度怀疑,这两起案件都是同一个人所为。 目前看来,杀人犯和受害者素不相识。 他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。 杀人犯似乎是心理变态,或者有什么精神问题。 四个月之后,临省的省会称交结合部,突然又发生了一起恶性的杀人案。 19岁的女工小兰和小红啊,结伴汽车,下班回家。 当时啊,是下午五点多钟,天还没有黑呢。 两个女孩啊,骑车,就路过了一处啊,乡村的公路。 迎面呢,就见到,慢悠悠走过来的小伙子。 这小伙子也在远处,盯着这两个女孩,看了那么几眼。 现在是晴天白日啊,再加上这条公路呢,不时就会有很多的车辆通过。 两个女孩啊,也没有什么警惕的心理。 就在两个女孩,骑车从这个小伙子身边经过的时候,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 这个男人呢,一把就把小兰从车上给拽下来。 小兰大声惊叫啊, 哎呀,你干什么呀? 一秒钟之后,这小子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,对准小兰。 连刺竖刀啊。 中刀之后,小兰的鲜血顿时就砰涌了出来。 白色的身衫迅速的就染成了红色呀。 旁边那个小红啊,是一个只有19岁的女孩子,目睹自己的同伴,当天话日之下,被人给杀害。 吓得他是六神无主啊。 只知道拼命的加速,向前骑行,大声的呼喊救命。 这个男人呢,挺瘦的,但是瘦归瘦,力气可不小,速度也很快。 他三两步就追了上去,把小红也拽下车,上前扑驰扑驰,又捅了几刀啊。 就在这个男子在行凶的时候,突然呢,有一辆由法院标志的警车呀,远远的开过来了。 见到有警察,这小伙子顾不上多刺几刀,迅速的就逃入了路边的树林之中。 警车上司机和法官发现出事了,急忙停车救人,同时追击行凶者。 可是,这小子呀,已经逃得是无影无踪,再也追不上了。 两个少女赶紧被送往医院。 小红的肝脏中刀,尸血过多而惨死。 小兰的运气比较好,胸腹部被刺了好几刀,但是呢,没有受到致命的创伤。 性命啊,索性算是保住了,但是,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啊。 根据小兰辨认,这个行凶者,正是连杀了三人的高颧骨的小伙儿。 小兰和小红,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,更谈不上是结怨。 如果是强奸和威胁,那在光天化日,在这种大路上,那显然,也不能够作案呢。 而且对方呢,还有两个女人。 所以,警方分析,这小子,还是在随机的杀人作案呢。 让警方做梦里没有想到的是,这小子在杀了这个小兰之后,当天呢,竟然还在杀人呢。 地点,就是在他逃走的路上。 根据警方事后分析,这小子逃入树林以后,迅速地跑出了十多公里。 逃累了以后,他就躲在村外啊,一个放有农具的小屋里。 他可能啊,准备在这个房间里啊,睡上一觉。 没多久,房间主人张大爷张大妈呀,干完了农活,以前以后的来到楼屋外,准备呢,把这个农具呀,放到房间里。 这时候,就看到这小子,坐在房间里。 张大爷奇怪的上前就问了,哎呀,小伙子呀,你是谁呀? 你怎么在我家里呀? 可是让张大爷万万没想到的是,就在他的话音刚落,这小子竟然突然就拔出匕首,对准张大爷就刺啊。 张大爷,措手不及,胸部被连刺树刀,哎呀,一声,倒在了地上。 屋外的张大妈呀,还算是聪明。 见到老伙子,被人刺到以后,他也并没有尖叫,或者冲上来。 不然呢,这七老八是老太太,恐怕,也会被这小伙儿啊,一脚给踢死啊。 张大妈慌忙的躲在一棵大树之后,先保出姓名再说。 杀完人之后,这小子听到父亲似乎有动静,他知道,这里呢,离村子不远,很可能会有人来,于是他急匆匆的离开了现场。 小伙子走远之后,张大妈这才跑出来救人,但是张大爷呀,已经是重伤不治了。 附近连续发生了两起杀人命案,震惊了盛城。 数千名武警民兵,赶来封锁周边的几十个村子,开始进行大搜捕。 当然这小子呀,早就撩了呀,根本抓不住他呀。 但是,有些案件呢,就非常搞笑。 所谓踏破铁鞋,无秘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 让警方极为惊讶的是,就在张大爷家的小屋里呀,警方竟然发现了一张身份证。 身份证上的相片啊,就同这个模拟画像上的歹徒,破为相似。 警方怀疑,这是这小子,爬起来刺杀张大爷的时候,由于动作过大, 把自己的身份证了,不慎的就丢在地上了。 这小子杀完人之后,急着逃走,也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丢失。 那么这个身份证,是不是真的呢? 警方见到,这个身份证上名字叫做陈岗,年龄二十六岁, 出生于第一起凶案发生的浙江杭州。 让民警惊讶的是,陈岗的户籍所在地呀, 竟然是杭州赫赫有名的大学的宿舍区。 警方立刻赶到这里进行调查, 在当地户籍民警和大学保卫处的配合下, 警方确定,确有陈岗籍人。 是这个学校啊,知名教授的长子啊。 啊? 大名鼎鼎教授的儿子。 话说呢,这个陈岗啊, 可是大学教职工家属当中的名人啊, 早在十五岁的时候,就曾经被抓入过烧管所。 随后九年,他都在陆续的坐牢, 直到案发前两年, 他呀,才被释放回家。 陈岗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啊, 基本上都是在少管所和监狱之中度过的。 前后入狱, 不下五六四之多。 他的教授父亲, 在一年多前去世了。 随后陈岗啊, 就从家里消失了。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 夸张的是, 陈岗的生母啊, 还在服刑。 她是继母养大的。 根据继母辨认, 那张傻人犯的模拟画像, 酷似陈岗。 而青景, 拿着陈岗的照片, 给几个目击者, 尤其是几个民工进行辨认。 他们一致认为, 杀人犯就是陈岗。 由此, 在1991年, 浙江向全国发布通缉令, 通缉极度危险的连续杀人犯陈岗。 陈岗的生父已经去世了, 生母还在监狱之中, 警方只能向继母了解情况。 继母是本校的一个副教授, 50多岁了, 她的性格温和, 口碑很好, 同陈岗父亲结婚之后, 生了一对儿女, 目前还在上高中。 对于她的继子陈岗, 继母一时之间, 竟然语色, 不知道如何开口。 她说呀, 这孩子呀, 我真不知道, 应该呀, 怎么说呀。 我和陈岗的父亲结婚的时候啊, 这个孩子已经十岁了, 但不要说十岁, 就算五岁的时候, 都没有人能管得了她呀。 我养了她五年, 可是呢, 她呀, 却从来没听过我的一句话。 你别看她小, 这么多年呢, 我不知道受了她多少的气呀。 我和她爸爸, 差点两次离婚, 都是因为陈岗。 醒醒一听就问了, 我听说呀, 是陈岗的生母坐牢之后, 你才和陈岗父亲结婚的, 这是怎么回事啊? 继母就说了, 这个呀, 一言难尽呢。 陈岗的母亲, 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, 长得很漂亮, 但是性格暴躁, 蛮横, 谁也不敢惹。 陈岗的父亲比较老实, 对付不了这种女人, 结婚五六年之后, 她受不了这个老婆, 就和她闹了离婚。 话说呢, 这也不稀奇呀, 这种女人太厉害了, 哪个人, 也和她过不了啊, 没想到的是, 有一天, 陈岗的母亲呢, 约一个女老师, 去学校旁边的小湖边去谈话, 结果呢, 那个女老师, 就淹死在了湖里, 陈岗, 母亲, 被捕之后, 说两个人, 贪崩了, 就开始了撕扯, 这个女老师, 是自己, 失足, 落水而死的, 她不会游泳, 所以呢, 就没有下去救, 实际上, 这个女老师, 就是她推进去淹死的, 而且, 还是她大伤了以后, 再推进去的, 尸检的时候, 警方发现, 女老师颅骨, 有好几处骨折, 都是她用什么东西, 给砸的呀, 陈岗母亲的, 游泳技术很好, 从小, 在海边长大, 不存在, 不敢下去救人, 所以, 她就是故意杀人, 警警说了, 那为什么, 陈岗的母亲, 要杀害这个女老师呢, 她继母就说呀, 那要这么说, 应该是这个老师倒霉呀, 陈岗的父亲, 和这个女老师, 在同一个办公室, 有时候, 在家里, 会说几句她的好话, 可是, 说者无心, 听者有意, 再加上那个女老师, 当时没有结婚, 条件也不错, 陈岗母亲就怀疑, 这个女老师是小三, 就把她给弄死了, 要说她杀人, 应该是死刑, 法官考虑呀, 她是家庭矛盾杀人, 就判了一个死缓, 陈岗七八岁的时候, 她进去的, 现在坐牢快二十年了, 听说还有一年就要出来了, 刑警一听就说了, 这个陈岗他妈这么狠哪, 难怪呀, 儿子也是这么凶了, 那那个陈岗都犯了什么事啊, 陈岗的继母就说了, 陈岗的母亲入狱两年多之后, 我才和陈岗的爸爸结婚的, 摊家, 这种情况, 一般女人都不敢嫁进来, 但是, 我年龄偏大了, 快四十岁了, 不太好找对象, 经过组织的介绍, 见到这个男人也不错, 我就和他结婚了, 没想到, 刚结婚几天, 陈岗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, 将我几件衣服, 用剪刀给剪碎了, 民警同志啊, 你知道那个年代呀, 那衣服都是配挤的, 很不容易买到, 我特别生气, 但是看这个陈岗还是个孩子, 想想就算了, 想将来好好教育教育就是了, 没想到, 陈岗这个孩子, 打小脾气就特别的暴躁, 而且特别的倔强, 谁的话都不听, 他爸爸是个文化人, 不打孩子, 就是口头教育, 这个陈岗不听, 这些说教, 也就完全没用了, 那我是继母, 我更不敢打他, 连骂他都很少, 陈岗就越变越坏, 后来就因为盗窃, 进入少管所了, 行行说呀, 你们两个人都是大学教授, 听说陈岗只有初中文化, 这是怎么回事啊, 继母就说了, 他母亲出事的时候, 我嫁进来的, 有几年空档期, 当时啊, 陈岗的爸爸工作忙, 又是个大男人, 平时呢, 没有时间照顾孩子, 他也不会照顾孩子, 陈岗那么点大, 每天呢, 都自己去大食堂吃饭, 衣服也得自己洗, 自然他不会好好读书了, 等我嫁进来, 他已经五年级了, 成绩差得是一塌糊涂, 还留级了一年, 无论我怎么教他, 他成绩都很差, 好不容易, 升到初中之后, 他根本就跟不上了, 每次考试, 全班, 甚至全校都是倒数第一名, 当时班上的同学经常嘲笑他, 老师也笑他笨, 陈岗这个孩子呀, 性子特别的倔, 他就和老师和同学对着干, 考一文, 就在卷纸上呢, 画上乌龟, 考数学呢, 就在卷纸上呢, 画上肥猪, 结果全是零分, 同学们笑他, 他呢, 就用拳头打他的同学, 后来他干脆呀, 没事就在学校里面欺负同学, 打架闹事, 他几乎每周都惹祸呀, 老师呢, 就会喊我们去学校, 解决问题, 到了初三, 陈岗说, 反正也考不上高中, 就不读了, 说就不去上学了, 我们呀, 强行把他送过去, 一转身, 他就从学校跑了, 根本看不住, 辍学以后, 他也不愿意在家, 就在社会上面混, 就认识了一些坏人, 静静说, 那他就那时候学坏的了, 季母说, 差不多, 当时是七十年代末, 社会上, 不三不四的人很多, 满街呢, 都是地痞流氓, 我们大学里边也有, 陈岗就跟着几个小流氓打架, 敲诈, 抢劫, 盗窃, 对象啊, 都是中小学生, 到了十四岁, 他和一个小流氓, 在小卖部里面, 偷了不少现金, 被人家当场抓住, 就送到了派出所,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, 之前, 都是我和他爸爸, 去派出所说情, 把他给领回去的, 由于这个陈岗履教不改, 这一次, 派出所没有客气, 就把他送到了工读学校, 教育了三个月, 陈岗这小子, 谁的话都不听, 死性不改, 回家第二天, 他就又去盗窃了, 1980年, 他和不知道什么小流氓, 就撬开了一家小商店的大门, 偷走了几百元现金, 和几十条香烟, 又被警方给抓了现行, 他已经15岁了, 屡次犯罪, 就被送到少管所, 关押了三年, 刑警说, 这个我们听说了, 而且我们听说, 这个陈岗啊, 在少管所也经常打人吗, 吉姆说, 是啊, 这个陈岗, 你说怎么说, 也是大学教授的儿子呀, 他老爸, 是那么知名的教授, 物质上, 从来没缺他的, 没有让他吃过苦, 我嫁过来之后, 把他的衣食住行, 都照顾得很好, 在少管所, 他蹲了一年多, 他觉得太苦了, 受不了, 我和他爸就去探监, 他就抱怨, 说里面吃的简直都是猪食, 什么蔬菜便宜, 就吃什么, 晚上, 稀饭里面都是沙子, 石子, 米和菜都不洗干净, 他说, 干活太累了, 每天从早到晚, 做不完不给睡觉, 他爸就说了, 这里呀, 是少年监狱, 又不是旅馆, 有什么办法呢, 对了, 里面有没有人欺负你呀, 他儿子陈岗还没回答呢, 旁边的管教干部呀, 就生气的说呀, 谁敢欺负他呀, 他不欺负别人就好了, 你这个儿子呀, 他太凶, 太狠了, 同牢房的其他孩子呀, 谁没被他打过呀, 现在呀, 整个哨馆所的孩子, 谁敢惹你家儿子, 上一次, 他还要用剪刀, 刺我们的管教干部, 被单独灌了半个月呢, 刑警说, 这小子怎么这么凶, 这么厉害呀, 15岁就能在少管所称王称霸, 真少见呀, 听说他后来还越狱了好几次, 继母说, 是的, 尽管, 他不怕被别人欺负, 但是还是觉得里边生活太苦了, 几个月之后, 他就找了一个监狱外工作的机会, 就逃了出来, 跑回家了, 我和他父亲知道这样不行啊, 就劝他呀, 赶紧回去自首啊, 这一次, 烧管所还不错, 算他迷途知返, 只加了半年的星期, 没想到不到一年, 他又逃了, 这一次, 连家也不回了, 在外流浪了几个月, 他在广州盗窃, 又被抓住了, 当时, 是83年严打, 很多罐头都枪毙了, 好在陈岗, 年龄还小, 刚满, 18岁, 最终加刑4年, 被判刑, 服刑两年之后, 他第三次逃出来, 又被加判了4年, 再次被抓住之后, 他爸爸苦口婆心的, 劝他好好服刑, 说总不能逃一辈子吧, 只有把这个刑服完了, 出来以后啊, 才能重新做人呐, 陈岗啊, 大概觉得, 这样逃, 也不是办法, 后来就不逃了, 他在监狱中的表现还算不错, 最后, 只做了4年劳, 两年前, 被提前释放了, 刑警说, 那你知道这个陈岗出来之后, 做什么了, 他又去犯罪了吗, 继母就说呀, 这倒是没有, 他爸爸呀, 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啊, 是个很老实的读书人, 一辈子没有求过人, 这一次, 为了儿子的前途, 他求了很多领导, 最终啊, 学校领导, 给陈岗安排了校工的工作, 每天在食堂给学生们打打饭, 这一天, 只要干中午和晚上两个时间段, 其他时间都没事了, 也很轻松, 薪水也很不错, 但是陈岗又不满意, 他认为呀, 这是民工才做的事情, 所以他整天闷闷不乐的, 醒醒说, 那这个陈岗, 怎么就突然离家出走了呢, 继母说, 请客爱, 这是因为他爸爸去世了, 陈岗啊, 从十五岁的时候开始, 基本上就没和我说过什么话了, 也没有把我当做是他的妈妈, 他只是把我当做是家里的保姆, 对他两个弟弟妹妹, 他也从来不看一眼, 他唯一啊, 就算和他的父亲, 还挺亲的, 毕竟是父子嘛, 他爸爸虽然小时候, 没有怎么管教他, 后来他爸爸对陈岗还是不错的, 基本上能做的都做了, 没想到一年多前, 他爸爸积劳成疾, 突然就突发了脑溢血, 几天之后就去世了, 根据他爸爸生起来遗嘱, 我就把现在住的教宫宿室, 两室一厅, 留给我们母子三人, 外面有一个小套住房, 就给了陈岗, 他爸爸的抚恤金, 还有存款, 全部被分成三份, 三个子女一人一份, 每人分的钱也不多了, 陈岗倒也没说什么, 拿了钱, 就去外边的房子了, 大概一个月之后啊, 学校食堂的负责人就找我了, 说陈岗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来上班了, 我急忙就去找他, 我看到陈岗啊, 躺在屋里看电视呢, 满屋子里都是烟味和酒味啊, 我说了一大通的道理, 我劝他, 不要随便的放弃你的工作, 应该好好的干, 我说这份工作呀, 既轻松又稳定, 没想到啊, 我说了二三十分钟啊, 陈岗就冷冷的回了我两句, 警官说, 他回了什么话呀, 陈岗的继母就说了, 他对我说, 你又不是我妈, 你管我干嘛呀, 别装作, 好像很关心我的样子, 他让我滚, 过了一个星期, 我又去找他, 屋里啊, 是另外一家人了, 我就惊呆了, 赶紧问这是怎么回事啊, 这家人说呀, 陈岗刚刚把房子, 卖给他们了, 我就问, 那那个陈岗去哪了, 你们知道吗, 这家人说不知道, 说他们就是买卖的关系, 和陈岗并不认识, 从此以后啊, 我就没有见过陈岗了, 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啊, 警警说, 啊, 是这样啊, 那我们明白了, 看来呀, 这个陈岗, 卖房离开以后, 还不到三个月, 他就开始杀人了呀, 情况大体上, 算是莫清楚了, 但是警方啊, 还是有一些迷惑呀, 为什么呢, 你说呀, 这个陈岗, 卖了房子, 应该呀, 身上有一大笔钱, 你说他肆意挥霍, 也至少需要一二年的时间呢, 不存在劫财的可能, 那么, 他为什么, 会毫无理由的, 在三个月之后, 杀死民工, 王家庆呢, 另外呀, 陈岗所杀的这几个人, 可以说都是莫名其妙, 也不是抢劫, 又不是报复,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, 如果说陈岗, 本来就命案, 这倒可以理解, 反正呢, 杀一百个, 也是枪毙, 他可能借此啊, 报复社会, 不过这个陈岗之前, 入狱的次数虽多, 只是盗窃而已, 并没有犯过重罪, 释放之后这半年, 陈岗也没有什么罪行, 那么呀, 为什么陈岗, 突然就去胡乱杀人了呢, 警方觉得, 会不会是这个陈岗, 有什么精神疾病啊, 但是, 关于这一点呢, 陈岗的继母, 和曾经的领导, 全都表示不可能, 领导认为, 陈岗没有精神病, 甚至还很聪明, 除了不学好之外, 不能吃苦以外, 陈岗呢, 算是聪明伶俐的, 很多事情啊, 都是一学就会的, 领导呢, 甚至感叹, 陈岗的爸爸, 没有教育好这个儿子, 说不然呢, 这陈岗啊, 肯定也会考上大学, 出人头地的, 警方对于陈岗杀人动机, 迷惑不解, 警方的通缉啊, 并没有放松, 在1990年7月, 杀死了张老汉和小红之后, 陈岗一渡就失踪了, 警方认为啊, 他应该是在各地流窜, 可能暂时躲起来, 避避风头, 到了1991年4月, 广西某县, 突然就发生了一起恶性的监杀案, 当地啊, 40多岁的农妇, 突然被人尖杀在一条土路之上, 身中尸多刀啊, 肚子都被破开了呀, 在这个农夫遇害前, 几个感情的男人呢, 路过这里, 就看到有一个, 全股很高的小伙子, 蹲在路边抽烟, 警方根据模拟画像辨认, 这个人, 正是沉岗的, 短短10天之后, 该县又发生了起名案, 本县有一个女出租车司机, 被人用尖刀杀死在了车内, 后背呀, 被人捅得稀烂了, 惨不忍睹, 此前, 这名女司机, 也被人给抢奸了, 歹徒在出租车上, 留下了不少指纹, 经过技术鉴定, 其中一部分指纹, 正是属于沉岗, 半个月后, 1991年5月份, 广东某县的土路上, 有一个20多岁的妇女, 发现了异常情况, 有小伙子呀, 跟着她走了十多分钟, 这小子呀, 似乎是不怀好意呀, 这个妇女很聪明, 她对周围环境也很熟悉, 迅速就拐到了一条, 人呢, 比较多的路上, 可是这小伙子, 并没有停止跟踪, 反而加快了脚步, 这个妇女健壮, 猛跑几步, 拦住两个正在走路的, 男性的乡民大哥, 就说了, 大哥呀, 后面有个人跟着我走, 好像要劫我, 我不认识他, 我求求你们帮帮我呀, 那老刘在讲这些案件的时候啊, 经常讲他90年代, 那时候人呢, 通常都是有些正义感的, 两个乡民都是身体强壮男子, 一个人挑着担子, 一个人呢, 拿着竹篓子, 听到这个妇女的这句话呀, 立刻停了下来, 其中一个乡民, 对着不远处的小伙子大声高喊, 哎, 你是干嘛呢, 不认识这个女人, 怎么跟着她走呢, 赶快走开, 听到没有啊, 那个看起来很瘦弱的小伙子, 非但没有离开, 反而快步的靠近了, 两个乡民呢, 认为这个小伙子肯定不是好人, 可能要来打架, 大声怒吼, 你干嘛, 让你快走, 你想当事什么, 谁知道这小伙子, 几步就走到乡民的面前, 突然就抽出了一把匕首, 最准前面一个人呢, 上去就刺了, 要说换成普通的乡民呢, 恐怕立刻会受惊, 被这小伙子一匕首就刺中了, 根本来不及抵抗, 可能就被赤倒在地了, 可是这两个乡民呢, 他们当过激干的民兵, 受过一些军事训练, 身手啊, 颇为灵活, 那给乡民呢, 立即用手里拿着那个大竹篓啊, 往身前那么一挡, 这匕首啊, 啪了一下, 就刺在了竹篓上, 这匕首只划上了那个乡民的手指, 这小子急忙, 又扒出匕首, 连刺两下, 但是都被这个乡民呢, 用竹篓子给挡住了, 旁边那个挑担子的那个农民呢, 反应也很快, 大喊一声, 你小子怎么敢动刀子, 随后他迅速的抽出自己的扁担, 用力的拍了过去, 这小伙子拿的是匕首, 一寸短, 一寸险呢, 没办法和一个大长匾单对抗, 一下子, 就被老哥啊, 一匾单打翻在地了, 拿匾单这个乡民呢, 看到被打倒在地这小子呀, 还想爬起来继续行凶, 就用扁带, 用力的朝着他的头部, 颈部, 重重的打了一下, 啪啪啪, 收了重击之后啊, 这小子一时晕倒在地上, 不能动弹了, 匕首啊, 也被他扔在一边了, 两个乡民, 拿出一根绳子, 就把这小子先捆上了, 送到了派出所去了, 就在捆绑小伙子的时候, 他突然苏醒, 就从腰间拔出了另一把小号的尖刀, 刺伤了其中一个乡民的脸部啊, 三个人呢, 再次的就撕打起来了, 由于呢, 这两个乡民呢, 恐有力, 收拾小伙子呢, 并没有站到上方, 双方拼命的呀, 争夺这把匕首啊, 这期间呢, 那个妇女是大声呼救, 很快的, 又有几个乡民, 闻讯赶来, 双拳难敌自首, 更别说, 对方有五六个人了, 很快, 小刀啊, 就被夺下来了, 小伙子被重重的打了几拳, 被捆绑起来了, 这番肉搏呀, 两个乡民都受了伤, 好在呢, 都是皮肉轻伤, 被扭送到派出所, 民警随即就对这小伙子进行搜身, 可是呢, 民警惊讶的发现, 在这小伙子的背包之中, 竟然有着几千元的人民币呀, 你要知道, 在当时这可是巨款呢, 为什么, 那时候普通人的月薪, 也不过是几十元, 此外, 在这小子背包里, 竟然还有, 一二十根雷管, 和一小包的炸药, 你说如果是走江湖卖炸药的, 这点数量也太少了, 根本卖不掉几个钱呢, 看来呀, 这小子随身带着这个炸药啊, 试想做什么爆破的案子, 那很可能就是, 复案再逃的重犯, 于是, 当地警方啊, 查询了最近几年通缉令, 很快就认出来了, 此人正是沉岗了, 沉岗之前多次入狱, 留下了指纹, 在内的很多的证据, 确定的身份并不困难, 见到罪证确凿, 沉岗很快就承认了之前, 那几个案子呀, 就是他所做的, 然而, 沉岗随后啊, 他交代的事情, 让刑警们是大吃一惊啊, 为什么呢, 刑警们本来认为啊, 沉岗杀死了五个人, 刺伤了多人, 第一个受害者是民工, 王嘉庆, 但实时证明, 并不是这样的, 根据沉岗的交代, 父亲死后不到一周, 他就带着匕首, 去临线呢, 寻找目标了, 在一个小山坡上, 沉岗看到一个初中女生, 正在走路, 她冲上前去, 对准女孩就连筒两刀, 就残忍的, 把这女孩给杀害了, 这是她第一次杀人呢, 沉岗也很慌张啊, 这两刀呢, 其实啊, 并没有刺中要害, 而这个女生很聪明, 被刺之后啊, 没有惊呆, 而是一边大声的哭喊救命, 一边扔掉书包, 奋力的就向山下跑了过去, 沉岗拿着刀追了下去, 刚跑了十几步, 突然就看到, 几个重地的乡民呢, 迎面跑了过来, 惊慌之下, 沉岗是顾不上追杀女孩, 急忙逃走, 也不知道对方啊, 死了没有啊, 也算是这个女孩命大呀, 被附近重地的乡民, 就给救了, 随后, 紧急就送到了医院, 这两刀啊, 虽然没有刺中要害, 但是刺的是非常的深啊, 女孩在医院呢, 住了几个月之后啊, 这才伤愈出院了, 可惜女孩突然被偷袭, 被刺之后, 又极度的恐慌, 根本就没有看清楚, 沉岗的长相, 由于这个案件, 缺乏线索, 警方也不知道, 这个案子的凶手是谁, 刺伤了这个女孩之后, 陈岗啊, 就不大去这个大学食堂上班了, 准备卖了房子以后, 流窜江湖, 四处杀人为生, 当他这个继母来找他的时候啊, 他自认为自己啊, 犯了命案, 以为已经把女孩杀害了, 他已经联络好了买房人, 就当对方交钱了, 随后陈岗啊, 带着卖房子现金, 和他老爸分给他的遗产, 他开始四处流窜了, 他杀的第一个人, 正是那个民工王家庆, 根据陈岗交代, 他从民工市场就把那汪家庆, 骗到了郊外, 突然就从机背后啊, 猛刺一刀, 就把汪家庆刺到在地, 随后又上去啊, 补上了几刀, 汪家庆还没有断气的时候, 他就极度残忍的, 把汪家庆开膛破肚, 大泄八块啊, 汪家庆坚声惨叫, 最终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惨死, 至此啊, 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, 陈岗留下了一个血腥的钻线厂, 从容离去了, 杀死了陈岗以后, 仅仅一个月, 陈岗流窜到了广东省某市, 上了一辆出租车, 这个出租车啊, 开到了一个郊外没人的地方, 陈岗就谎称说要下车小便, 就让司机停车了, 随后这个陈岗掏出匕首, 在司机背后, 猛刺司机拾几刀, 把司机啊, 活活的就杀死在了车内, 然后汽车逃走, 由于这个案件呢, 没有目击者, 没有线索, 就被当地的警方定性为, 抢劫出租车的案件, 成为悬案了, 一个半月之后, 陈岗啊, 流窜回到了本省的某县, 在县外无聊榴弹的时候, 他无意中啊, 就看到了那堆, 拾荒夫妻的草棚, 他顿时眼前一亮, 不过这个草棚是在公路边, 他怕呀, 在白天, 或是上半夜不好动手, 于是陈岗就等到了第二天, 凌晨四五点钟, 才骑车赶去, 将睡梦之中的, 拾荒的夫妻, 刺成重伤, 他见到两个人, 没有反抗的力气, 陈岗就开始, 残忍的虐待夫妻二人, 然后将妻子枪奸, 随后, 陈岗就把两个人捆绑起来, 在草棚内放火, 将他们活活烧死, 站在大祸边缘, 这个陈岗, 看着夫妻两个人, 惨死前痛苦扭曲的样子, 他呀, 心中莫名的满足, 之后满意的离开了, 仅仅一周之后, 陈岗又在本省省会, 打了摩迪, 去乡下某处, 这个摩迪, 开到偏僻的地方, 陈岗就从背后, 把司机是割喉杀死, 将摩迪车开到临县之后, 丢弃在了河中, 这起案件呢, 也是无头案件, 被定性为抢劫摩迪车杀人案, 四个月之后, 陈岗流窜到临省, 将路过的女孩小红给刺死, 把小兰给刺成了重伤, 逃跑期间, 他又把那个张大爷给杀死了, 不过陈岗很快就发现, 自己的身份证不见了, 他知道, 这可能啊, 丢在了他某处作案的现场, 那么这时候, 警方肯定会锁定他呀, 陈岗这时候也是有些惊恐了, 陈岗交代, 他呀, 决定逃到国外, 去避避风头, 于是他买了一张假身份证, 逃到了广西, 想从这里翻山, 偷越国境, 进入到越南, 这时候啊, 中越已经停战了, 双方开始进行编冒了, 而陈岗这家伙呀, 胆子也很大, 他竟然从广西边境的山区翻越过去, 那里, 你们要知道啊, 到处都是地雷呀, 虽然有一些边民呢, 踩出了一些小路, 但是啊, 也是极其的不安全呢, 进入了越南之后, 陈岗发现, 这里的管理呀, 也是非常严格, 普通老百姓啊, 根本呢, 就不能自由活动, 附近呢, 来了陌生人, 也要向组织上进行汇报, 总之呢, 这里呀, 和我们国家之前的那个时代差不多, 进入越南后的第二天, 他就被当地的越南的边年给发现了, 陈岗啊, 就伪装成了自己是中国商人, 进入越南, 开始啊, 做走私的生意, 会说汉语的这些越南人呢, 谈图金钱呢, 就把陈岗带回到家里居住了, 通过和这些越南的边民交谈, 陈岗知道, 这越南呢, 也不好躲藏啊, 到处都是政府的耳目, 一旦被越南军警抓住, 他就要被遣返回中国, 后果是可抢而知啊, 于是他又拿出了一笔现金, 向这些边民呢, 购买手枪, 当时中越战争啊, 刚刚结束不到一年, 越南乡下老百姓啊, 有很多私藏的一些武器弹药, 越南边民呢, 就卖给了他两支手枪和30发子弹, 得到手枪以后, 陈岗是非常高兴啊, 他认为啊, 回国之后, 就可以做答案了, 陈岗原路返回了中国, 刚刚越过国境, 就遇到了中国边防的侵逻队, 藏皇之下, 陈岗就把手枪和子弹呢, 丢入到了附近山林的烂林之中, 随后呢, 他伪装成了来这里旅游的流客, 别方巡逻队就把他押回到军营, 盘问了一通, 又搜了身, 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, 就把他就地释放了, 可是即便如此, 陈岗也没有胆量, 回去寻找他丢掉的手枪了, 对此呢, 陈岗是非常的懊恼, 但他还是千方百计, 试图搞到武器, 四个月之后, 他再次流传到了林省的某县, 在山路上, 劫持了一个农妇, 他把这个农妇是先奸后杀, 这个农妇啊, 死得很惨啊, 被捅了很多刀, 肚子也被他也割开了, 在这里呢, 陈岗遇到了县城里一个小会儿, 就从他手里, 买了二十多根雷管, 和少量炸药, 他试着进行爆炸了几次, 他认为啊, 这小伙儿不错, 据陈岗交代, 他计划, 要再去狠狠地杀一批人, 然后用炸弹, 到闹市区进行爆炸, 杀死大量市民, 彻底把事情给闹大, 两个月之后, 陈岗又在流窜道的这个某县呢, 杀害了一个摩迪的司机, 陈岗这次杀人手段, 也是极其的残忍, 他把摩迪司机的绞筋给割断, 慢慢的把司机是折磨至死, 这期间呢, 摩迪司机对他是磕头求饶, 声泪俱下, 可是这个无情的陈岗, 仍然是冷酷的, 一刀一刀的搁着司机, 直到司机断气为止啊, 杀死了摩迪司机仅仅两周, 他流窜到了另一个地方, 奸杀了那个四十多岁的农妇, 十天之后, 他又奸杀了女出租车的司机, 他的手段都是极其残忍, 最后陈岗试图杀死那个女人的时候, 被乡民们抓住, 给扭送到了派出所, 至此啊, 陈岗共残杀十一人, 重伤三人, 好在他没有来得及, 用炸弹就被抓住了, 不然呢, 还不知道, 要被他炸死多少人呢, 陈岗如此凶恶, 当然会被判处死刑了, 九十年代呢, 就已经执行了, 不过直到今天呢, 警方也不知道, 你说这个陈岗, 为什么会如此疯狂的杀人呢, 陈岗自己也没有说出原因, 陈岗只是说自己早就想杀人了, 他说上初中的时候, 他又很想看到别人流血, 随着年龄的增大呀, 这种嗜血的念头, 就越来越严重了, 他在家居住的时候, 曾经有几次非常冲动的想杀人, 差点掐死他的继母, 然而考虑到继母, 毕竟是同父一母弟妹的母亲, 最终啊, 陈岗呢, 并没有下手, 话说这个案件呢, 就是这样, 稀露糊涂的结案了, 有人就问了, 你说到底是什么动机去杀人呢, 那警方最后啊, 就把这个动机啊, 列为变态系列杀人案, 然而多年之后, 警方对陈岗家庭成员资料的翻阅当中, 无意当中看到了一些东西, 什么东西呢, 陈岗母亲一家可不简单啊, 为什么, 我之前给大家讲述了, 陈岗的母亲呢, 杀死了那个疑似的小三老师, 除了这件事之外呀, 陈岗的舅舅, 年轻的时候, 因为路人呢, 踩了他脚的小事, 他是连刺对方七刀, 对方啊, 算是命大, 侥幸重伤没死, 陈岗的舅舅, 也因此呢, 坐牢多年, 这还不算, 陈岗的这个亲外公啊, 是五指山上有名土匪, 杀了不少人, 据说呀, 他还曾经活剥过人皮呀, 见过之后, 他们在政府的围剿之中啊, 不知去向了, 说可能是自杀或者是被杀了, 最为夸张的是啊, 根据这个陈岗老家的一些老街坊回忆说, 陈岗外公的父亲, 在清末呀, 也曾经杀过人, 被抓入监狱, 靠行贿, 才得以释放, 至于说这个陈岗的外公的父亲, 具体为什么杀人, 因为你要年代久远呢, 也没有人知道了, 所以老刘想说呀, 看来呀, 这杀人的基因呢, 也许真的会遗传呢, 天生杀人狂, 也许不是传说呀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